今天是墾丁的第二天早上 那我們今天要去大廳吃早餐 從那家小木屋到大廳 就是可以騎人的接火車來接我們 因為他們那個範圍蠻大的 不過我們房間算很近 然後早上的時候 就問阿腿說 要坐接火車還是用走路的 阿腿就說 交車 從小就這樣交生貴養 這樣好嗎 等一下吃完飯叫他走路 以這個晚上三千塊的等級來說 我覺得附上這個接火車 我覺得很棒 但是我記得這個早餐是 等一下要另外買的 只有熱熱要另外買 那我們就等一下吃早餐的時候 我們來派給大家看囉 我們現在進餐廳 我們等一下見 掰掰 來 你的餐廳是使用什麼樣的方式 兩個餐廳能夠使用什麼樣的方式 兩個餐廳能夠使用什麼另外買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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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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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要做哪邊 要有一個 也就是 可以 他可以走上去 很酷欸 他是一個 凹進去圓形的座位 然後底下就是我們昨天看到的 那個 用池 你的早餐券要另外買 因為他其實這間房間是只有付兩個人 然後阿腿不用錢 他這邊就是有生菜 然後水果 吐司 吐司跟麵包 這應該是餐包 然後這邊有玉米濃湯 這個是肉燥 然後白飯 有沒有早餐在吃肉燥飯 哇 然後小米粥 然後地瓜粥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青菜 很好的都是青菜 素食區 這應該也是素食的麵 然後這應該就是雞飯的配料 花生 然後這個是芝麻球 因為可能現在防疫的期間 所以他都用這個 然後就是煎蛋 菜脯 蔥煎蛋 然後烤地瓜 西式火腿 杏鮑菇 飲料區 然後這裡有熱茶 然後這裡有豆漿 銀絲捲 鮮肉包 然後他這邊有一個現煮區 就是 麵食的DIY 可以自己煮這樣 然後這裡有 看起來像是米粉 然後這烏龍麵 他還有關東煮 他感覺料不是很多啦 然後這裡有 這應該是蒸蛋 這個阿腿應該很喜歡 拿一個給他好了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今天介紹的早餐 阿腿拿這給你 這個是蒸蛋 你覺得今天早上早餐怎麼樣 整體來說就是種類不多 尤其像那個麵包 那個麵包有可能是 各個飯店的雷區 因為他們可能麵包 都會放在裡面很久 然後那邊乾淨 但是我剛試了兩個小餐包 是OK的 那可惜我是沒有試的 那青菜類的部分 青菜類的話算 也種類不多 但其實口味都好滿不錯的 昨天晚上我們有在這邊吃飯 他的口味都不會太鹹 玉米湯好喝 玉米湯好喝喔 那蒸蛋好不好吃 好吃 好喔 那你要給他幾分 三分 滿分五分是不是 你能滿分五分嗎 喔好 基本上來說 我覺得就是東西新鮮啦 然後他的口味別是清爽的 然後那是健康沒有助膽的那一種 就覺得還滿OK的 只是我們都沒有吃到 他那個現煮麵DIY 對 現煮麵DIY我們沒有吃 我看起來他那個就是 冷凍食物 嗯 沒什麼食物感 嗯 但是他其實口味還不錯 不是DIY 是其他那個青菜收拾的部分 只是比較 失望的一點 我覺得應該就是 他幾乎都是用醬瓜 然後麵筋 他都是罐頭那一群 對 而且他玉米湯 我試過他的味道 很多飯店玉米湯都煮太熟 他這間不會 清白 那你覺得 昨天這個一個晚上住下來 你覺得有什麼缺點 你昨天看到什麼缺點 你可以跟大家講一下嗎 你昨天球掉到哪邊 床頭旁邊有一個洞 超多垃圾 然後球掉到下面去 對 然後你再覺得 是不是飯店要檢討一下 我覺得可以把那封起來 我覺得那個好像是 就是放很多點沒有其他 那如果以整體這個小木屋 10分你給幾分 8 8分 所以整體上來說還是喜歡的 對啊 還不然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個喜歡 訂閱加分享 嗯哼 很順喔 那就 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要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小木屋白天的樣子 我們現在吃完早餐了 我們現在吃完早餐了 然後我們吃完早餐之後 不坐接駁車 我們改用走路的方式 我們小木屋 然後目前的感覺 目測感覺 這個溫度應該是 23、24度 現在 是嗎 還是25、26 25 25 25 那等一下應該 接近中午的時候 應該會更熱 應該是差不多 30度 阿腿你等一下可以看到很多 你沒看過的 這是海底動物喔 欸這樣子你就到了喔 怎麼路這麼近啊 就很近啊 然後每次硬要坐車 就很近啊 然後每次硬要坐車 了解